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中国文化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单元是 宋元明清时期的民族并存 与汉人之宗族自治 我们首先要谈的是 宋元时期的游牧世界与海上的贸易 从北宋开始 东北的契丹 汝珍等半牧的民族 它在兴起之后 分别在中国北方与西北方 先后建立辽西夏汉金的政权 那么中西陆陆关系 唐末与弃南宋 替代汉族与西方往还的 就是北方的弃丹族 西北地区则受到西夏人的侵扰 宋代建国之后 辽国仍保持对东北的控制 从此之后宋朝必须承认 朱林邦之间的平等 并支付巨额的金钱作为一种军贴 我们来看一幅北宋时期的地图 显然唐朝时期中亚领土 到了宋朝全部都丧失了 而且最大的外敌是北方的辽国 而在十二世纪时 金的兴起代替了辽在东北的势力 并驱宋于华北之外 宋撤退至淮河长江流域 这时形成了宋金对视的局面 西元1279年 南宋距金之后为蒙古人所媚 我们再来看这幅南宋时期地图 由图面可以看出来 汉人政权的这个领地往南 退到长江以南的地区 黄河流域则并入金政权的领土范围 纯由领土面积来看 南宋教诸汉唐帝国 也不能算是一个伟大的王朝 两宋时期未应付北境 贫人的外患 大家南北都出现 多样化的习武活动 民间广见组织教习武术 因热衷言习武术 宋代兵书的著作 且达到唐代的六倍之多 无奈两宋终为仍然都被强龄所消灭 换句话说 两宋的魅亡是因为北方的胡人政权 武力比宋朝更强盛的缘故 而不是宋朝这个文化大国 不重视武术以及国防 我们有许多文物都可以印证 在人民的气质上 宋代比元明清各代 甚至都要来得精神斗首 与严重的活力 我们先来由书法艺术 来看领导社会的文人之气质 画面上第一幅字 这是北宋书式的韩石帖 在字里行间 仍然存有圣唐社会 壮阔豪迈的一个雄伟的气质 我们再来看画面上 另外第二幅字是 元朝朝梦胡老子道德经卷 这元代最伟大的书法家的字 看来则显得秀柔文雅与清巧 我们也可以再看画面上 另外一幅 这个字是明朝董奇昌的 周子通书 这位明代最有名的书法家 他的字更显得古力全武的 一个柔肉之美 看过文人精英的文物精神之后 我们再来由其他文物比较 历代民间的精神 我们这里来给各位看几件瓷器 第一件我们这里看的这一件 这个北宋清池水柱 这个水柱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口源流口 像箭一样直射 而它的提拔的话 一种非常高耸 这个高耸非常有精神的抗张力 而且整个湖身的话 它的这个有一种 一个像气球一样往下压 它往上张 这种充满了一个张力 从流口 从它的一个球体 从它的这个提拔都可以看出来一个宋朝的一个精神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 这个宋朝的一个影清的这个燕滴 就是写毛尾字的时候 要滴这个水下来 磨磨之用的燕滴 这燕滴的话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样流口相当的一个像箭一样直射 而且它两个提拔也是一样充满一个 一个奋章的一个精神 就是宋朝的一个精神 那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个明清的东西 这里有一件清朝的五彩燕滴 也是一样写毛笔字用的燕滴 各位看一下 它的一个流口就是水的 已经比较柔 比较弯曲 没有那个宋朝一种抗战精神 而且整个湖深来讲的话 也没有那种抗战力存在 这是一个精神上可见 北宋的或宋朝精神来讲 它的一个战斗力的精神还是在 所以我们透过这几件的一个 这个文物的一个线条比较的话 就可以看出这个宋朝与后代精神的一种对比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以上文物的对比中的话 看出一个两宋在强龄压境之下的 表现得不弱的民风 但是可惜在面对蒙古族的一个强大的压力下的话 仍不勉励灭亡的这种命运 那么蒙古族它是一个游牧的一个民族 在他们进行征服的这个过程中 残暴蹂躏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北方大部分的人口都受到媚绝 广大土地变作牧场 直到十三世纪中叶的元氏族的时候 才开始采取一系列恢复生产的这种措施 也幸好蒙古人在征服南宋之际 已开始认识到农业生产的一种价值 因此农业重镇的江南汉文化地区 才没有受到蒙古人严重的这种破坏 宋代在军事上不敌游牧民族 但是在经贸文化上却是个大国 与南洋各国关系相当的密切 宋朝人最重视中外的路上之房 对于海上租藩 则一人唐朝旧冠 维持友好的贸易的往来 宋朝人对海外租藩 租藩帮忧郁有加 藩上也称公顺 很少有不法越轨之事 中国在宋代实在是一个大的海权国家 在唐代海上贸易货物大多是由阿拉伯船 运往南洋 由高丽船运往东北亚 北宋以后 由福建广东起航的中国的海船 定期航行东南亚 印度以及波士湾 从事往返的 贸易 南宋的海外贸易更加兴盛 船舶每年的收入 占政府全年税收了 达到五分之一是多 我们来看画面上这幅 南宋东南亚交通图 就可以很清楚 宋朝与海外各国经贸文化交往的领域 以及规模 而元代海外南海的贸易之胜也不让与宋 宋元时期与中国有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 与地区多达六七十个 南宋已去元代的十三十四世纪之时 贸易重要孔道的印度洋的航行权实际上是超在中国人的手中 在宋元海上以及元代陆上贸易兴盛的时期 中国的科技发明也大量传入了西方 像中国发明的火药 印刷术 指南针 致磁器的技术 针灸医术都在宋元时期传入阿拉伯世界 再辗转输往欧洲地区 像数学的比算法以及阿拉伯数字 这由阿拉伯世界传入了中国 接下来要为同学们介绍的是 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 中国的海权在十五世纪的明初达到极盛 明成祖时曾派太监正和率大批的船舰 七次南下西洋 船舰航行远到亚非等三十多个国家 扩大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明朝建国位极百年 以海上盗节为业的倭寇 它的乱起来了 沿海受到最大的一个灾难 我们于画面上这幅明代沃寇侵扰图 可以看出来 中国沿海整个山东以南的地区 全部受到沃寇的侵扰 由于东南人口精华地区受损 最为严重 导致千余年来 中国是海上互视为利索 致明中叶转为货源 中国虽开始认为与外族接触 害都以利 甚至有害而无利 明朝中叶以后 中国对外族的敌情意识是全方位的 明朝政府不但在北方大举重修 扩足长城 以游牧民族划清界限 海岸线方面也严格执行贸易管制的措施 凡是想要和中国通商的海外各国 必须宣自愿列为中国的蜀国 才可以在中国规定的时间 前来朝贡兼贸易 其他条件与身份的国家 与私人的一概 禁止到中国来贸易 明朝这种严格的管制政策 使正常贸易沦为走私贸易 事实上明朝中后期的海上贸易 仍不简送源时期 只是中外货物的交易港口 由中国的广东福建 转换到菲律宾与印尼等地 原来由中国官方维持的贸易 秩序则转由抽取保护费的海盗集团来担任 而由于贸易仍然大幅在进行 明末美洲银币更远远不绝流入中国 促使中国有条件采用银两作为纳税的计算的这种单位 我们来各位来看这里有一件事物 这里是一个一两 这就是一两的银元宝 它是清朝铸造的 这种元宝在明中以后 就在民间普遍被使用 这东西可以看一下 这个银元宝 那话说回来 这个满清入主中原取代明朝之后 原先东南沿海的商贸性海盗 介入了反清的活动 满清因此执行 比明朝更严厉的海境 还有清海令 介入肃清反满清的这种势力 反满清的势力消除之后 明朝的贸易管制措施 却仍被满清来奉行 直到清末对外战争的连年失败之后 中国才被迫开 广开贸易的口岸 来从事对外的贸易 但是清代对外实际贸易 仍然很盛行 我们各位来看 我手上有一件东西 这一件来讲的话 就是清代广东制造的 西式的青花碑 我们称为马克碑 那么这个碑子的话 同学也可以看一下 他讲话 他还有广东制造的一个字眼 那这个来讲话 事实上中国原来古代的话 除了西北地区的出土之外 出土物之外的话 并没有这种类似西洋 马克碑的 策把碑的这种造型的文物 所以这一个事来讲的话 是应该说西洋 跟中国贸易往来之后的话 可能西洋下了订单 向中国要求制造的一种器物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就是满清是明末崛起的 一个辱尊族的一个知系 他在入主中原之后 海上保守政策 以明代并没有两样 但是出身塞外的满清 对陆上的游牧地区的一个 这个土地并没有忘情 在一连串的一个战役中的话 满清恢复了中国历代 上市的这个领土 包括蒙古 满洲 土耳其斯坦 和中亚的大部分 尤其西藏是第一次 纳入中国的这个版图 接着我们要谈的是 胡人的汉化与文物的这个输入 在宋代 辽金西夏三国 无论在政治上 经济上 还是文化上 都和宋保持密切的关联 由于宋朝是经济高度发展的 这个社会 胡人各国虽然武力强盛 经济却受到宋朝的主导 此时中国的货币 宋钱的信用非常良好 远方的波斯 阿拉伯都能通用 高利和日本甚至停止 铸造他们本国的货币 只用东方世界通行的国际货币 所谓的宋钱 各位看我手上 我们看这一叠 我们看这一叠 就是宋朝的这个宋钱货币 而且来讲 有些都已经磨损得相当的厉害 这个宋钱 好 那么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宋钱的话 就是什么呢 它通行于东方世界的一个国际的货币 而在这个文化上 辽金与西夏 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因此宋代是一个多民族 政治分治的一个汉文化的一个统一体 元朝对中原文化 也采取欣然受荣的这个态度 政治法律制度都明显的带有儒家的色彩 至于据明之后 统治中国的一个满族 比任何异族同化与汉文化 都更迅速而彻底 不但满族的皇帝能写 汉文汉诗 其人的科考也得满汉文 都要考试 各位来看我手上这有一件实物 这个是一件的吧 这个清朝的咸丰的货币 清咸丰通宝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汉文 咸丰通宝 那背面的话 这个是这个我们讲说 有这个什么呢 就有满文的这个文字 在上面 这个是我们讲说这个当摆 这个满文 这个文字叙述 就是满汉通 两边文字都可以 都可以在上面手中说 而宋元明清将近一千年间 中国临近民族 进军中原而长期留置者 大致都无法回避汉化的命运 但是在此同时 外族输入的许多文物 却也在中国落地生根 成为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的成分 像宋太以下近一千年间 中国的农耕地区不断的来扩大 还与各种枣熟耐机高产的 这个玉玉农作物的传入 有相当的关联 比如枣熟稻 玉米 番薯 马铃薯 先后从东南亿亚 美洲 流入中国东南沿海 又见次传播于东北 塞外 四川山地 云贵 高原 并在这些广大地区间 获得良好的生产效果 从而使农耕区 向东北 西北 还有西南来延伸 因此对汉人由人满为患的 水稻种植区之向外疏散 深具意义 至于在居家生活方面 宋代人推广了五代末期 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桌椅形式 将唐代以前中国人 席地而坐的一个取居的方式 改为垂足而坐 这种桌椅增进了作习的一个方便性 成为流行至今的桌椅形式 各位来看这个图面上 有福生寿经图 这是中国传统 席地而坐的一个情形 我们再看下一张 明称之际的一个官帽椅 则是引进游牧民族座椅 在家里改良而成的 中国式的一个特色的一种座椅 那么像清代由缅甸进口的这种翠玉 由于玉子清脆剔透 与数千年来由新疆输入的玉才的温润特质不同 那新疆玉数千年来是广为男士所热爱 作为君子的这种象征 后期的缅甸玉则以装饰之美广受妇女的热爱 因此缅甸玉的进口 是中国的这个好玉风上 由男人的世界扩展到了女人世界 各位可以来看图面上 有一件新疆与缅甸的玉镯 左边是新疆古玉镯 右边是缅甸玉镯 它们的质感并不相同 我们也可以来看我手面上 这里有一件就是新疆玉的古玉镯 这个上面也是培葬品 而且已经被刑得相当厉害 刑得很厉害 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古朴 比较古朴而且比较温润 这是新疆玉的古玉镯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食物 这个是缅甸玉的古玉镯 这个古玉镯的话它已经有断裂过 用洗汗结果断裂过 那么来讲的话显然我们会看一下 跟另外这件差距相当的大 所以我们讲这个是男士用的多 这个是女士用的多 这个是质感各方面都不一样 我们甚至可以同学看一下另外这件 这有一件就是缅甸玉的原石的切片 相当可以看得很漂亮 像那个上面黄酸蛋黄一样 绿的部分很翠绿 事实上同学看的话 就是说背面看起来 这石头完全看不出 里面有很漂亮的玉 但是一切开以后 哇 非常漂亮 所以我想说 女士们喜欢这个材质东西的话 是没话讲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 汉族的布谦与海外的这种拓子 汉民族在公元4、8、12世纪 分别遭受到胡人清早的一个严重战乱 像西晋永家之乱 唐安子之乱 北宋建康之乱 因此汉族的生活重心 逐渐由黄河流域 向南移至长江流域 进而移至东南沿海 宋元时代是东南沿海 最繁盛的时期 但是这个地区的土地开发与人口增长 也随之达到饱和 于是当地人口在明清两代又开始大量来外移 我们可以来看这张汉旁明东南人口的地图 就可以比较出中国人口 逐渐往东南沿海扩充发展的一种情形 东南沿海汉人大量外移 始于明朝中越之后 当地汉人或往海外贸易移植或往内陆山区来流行开发 这个折返内陆拓制了一个新的这种趋势 在清代普遍可见于从华北以去华南 人口密集的东部各省区 而经由荒地的开拓 内陆耕地大为增加 从明末到清末的鸦片战争发生了200年间 中国的耕地扩张了一倍 中国人口更增加了两倍 至于汉民族的海外透支 主要的人口外移区 这是明清时期人口压力最大的一个敏越地区 接着我们来介绍的是汉民族的宗族自治 在宋元明清近一千年间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帝国 拥有庞大的人口 以及广大的领土 但是负担统治管理的官僚组织却非常微小 中国所以能以极少量的行政人员 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 主要是充分凭借宗族自治力量的缘故 在二十世纪之前 中国的国家政权只向下达到县衙门 再往下则完全透过 相保与族长作为间接的管理 因此历朝的官方都吉利福祉宗族家族的自我约束管理的这种能力 鼓励或认可各宗族制定家法以及族规 希望透过各宗族的齐家以达到平天下 从宗族开始主要在明代清代直到民国初期 部分宗族往往将所定立的族规 承送地方官府来审批 并请官府出示颁布 从而使这些规范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宋元时期开始 宗族之族长通常拥有官职者来担任 宗族并制成一个小天地 类似微型的邦国 具自主性且无所不能 族内生活 几乎所有领域都在宗族法中 有相应的这种规定 那么众多家法族规都明文规定 家内族内发生的争端 应先在家中族内来处理 对于静置告官者予以惩罚 于是传统的社会中 初级的审判权 实际上是超出于宗族所中 池塘就是衙门 大部分的民事纠纷 甚至部分的刑事案件都可以在族内 来了结 那么上告到官府的仅有涉及族外人之类的一个少数案件 不过呢 称如国法透过宗族的自治以平天下 家法也同样的 主要是透过家族成员的自治以齐家 因此宗族有效自治的根基在于有效的家庭教育 好 今天英文时间关系 我们就讲到这边 我们下礼拜要为各位同学介绍的主题是 宋元明清的庶民生活信仰 以及通俗文艺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